很多投资者都喜欢留底,但往往却因此而输到焦头难额。那留底前,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?首先,若大市风平浪靓,撈底是没有问题的,特别是一些强势股。 如果可以在股价出现小幅调整时买入,时机将会更佳,然而,要真正市强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。那现在美股市强吗?看指数还可以,但大家要明白,纯粹靠指数并不足以判定市况强弱。 反之,这更有可能是大户托沽的伎俩,即一边托着指数制造市强的假象,然后再一边沽出其他股票。 近月的市况,的确有点这样的意味,那若然市况不强,撈底有什么问题?很简单,最坏的情况就是你撈原底,然后股价再跌,但你却崖不到回升的时刻就在股价低位止泻了。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,黎明前总之最黑暗,大使要回升前的跌势往往最急净,不信的话,大家只要看看以往股灾时的股价走势就会明白。 这也是为什么要能够留底赚钱?其实会比很多人想象中难得多,其实教义的做法,就是五个字,宁买当头起。 跌势时要有耐性,到跌市完结后开始由底部回升时才买入股票。 风险会较低,而且,就算市况再转跌,但你也可以用短期低位作止蝕,以控制风险。 最后,当然美股现在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,指数初头有转跌的迹象,而一些早前已大跌的股票又未见转强。 我个人会继续保持轻仓,多持现金,要买货也会等市况好转回升后才买。